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套样板房 这个户型呢是属于偏小一点的 相对这个前面那个Magnolia这个户型来说呢 这更加的接地气 但是也毫不缺失任何的豪华现代感哦 豪华和现代感的艺术结合呢 是托尔兄弟一贯的风格 其实啊觉得尔湾房价太贵的朋友 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Lake Forest的托尔兄弟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既是现代化新豪宅典范 又是离尔湾开车只有8到10分钟的一个city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撒进 一楼的客房充满惬意 我们这儿呢是我们一楼的卫生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亮 富丽堂皇 这种尺寸的房呢其实在周边很常见 那么往往这种尺寸它不是针对一个奢侈的房间 这儿呢是它二楼的一个布局 可以看到这个书桌呢是在窗边的 阳光很好采光非常棒 那来到这儿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了 黑白大理石镶嵌的操作台 这儿有个二楼的小loft 这儿呢是在窗户撒进 整个一种气息呢 给人一种舒服 又是低调的奢华的感觉 在这种奢华又不是温馨的宅子里呢 完全不会给你这种不是故乡的感觉 就算它不是你的故乡 也可以成为你的故乡 这个卫生间它非常的文艺 这儿呢还有一个像上市公司集团老总的书房 在这里办公一定很惬意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外面还有个小阳台 请客人吃完饭之后呢 还可以在外面吹吹风喝喝下午茶 它整个木板呢 是采用北欧式的简洁木板原木质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非常可以 非常北欧风 这儿就是我们的大主卧了 我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我也很好奇 这个是主卧吗 为什么没有洗手间呢 为什么没有它的full bathroom呢 原来它整个三楼都是它的主卧 但是它是一间一间隔开来的 这个衣帽间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虽然这个空调有点太响了 朋友们 你看看这个现代化的衣帽间 以及这个卫生间 我很喜欢这种黑色的瓷砖 它有一种简约 它有一种简约现代化的高级感 就是它的干湿分离卫生间 这个样板间呢 是Parkland的二号样板间 也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个样板间 首先一进门 这三盏水晶吊灯就吸引了我 然后这个特别挑高的中空 我觉得也非常的宽敞舒适 虽然啊 这不是一套很大的房子 但是它这种设计感啊 给人一种小而精致的感觉 没有说小就是小气 托尔兄弟的房子呢 它的采光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客厅的空间 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这个院子 加州市的壁炉 是一个标配 说实在这一个大理石 就给人的感觉没有这么好了 这有点像那种小时候 然后院子里的洗手台 这是他们的客厅 这是他的卫生间 看到这个是他的挑高 以及这两幅画 这是一个露天小书桌 我这样形容会不会特别怪 小书桌的左边呢 是一间办公桌 这个office 相比刚才那个霸道总裁的office来说呢 比较偏小清新风一些 先来参观一下这个主屋 标准的大窗 标准的大窗 不得不说TROL在细节的方面还是处理的非常好的 比较高雅气息的奢华感 它不是那种土豪风的 比较低调婉约的奢侈感 你看就像这个试衣间一样 这个试衣间的风格是很多女生喜欢的类型 就是有一点LED灯啊 这样点缀的这些饰品或者衣服更高级一些 我来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 就是这个有点窄 舒适有点窄 这个走廊那边 那么其实这两间房间呢 它是相通的 是一个Jack and Jill 然后可以给家里的两个孩子一起住 合用一个卫生间 这间房的采光很好 这三楼呢还有一间loft 这里也有个小阳台 它们是做成一个小jean的 晚上可以在这边吹夹着的晚风 然后健身运动 这个玻璃泡泡显得格外的漂亮 在阳光下 看 els beaten 了 0 1 感谢观看